第一个就是台北县先要最基础的财政要打好 人员的这个数量 公务人员的数量服务要打好 我们每一年在过去要流失四分之一的公务人员 他都离开了 因为人太少 工作量太多 那这样的话他根本做不完 他晚上都要加班 所以一年流失四分之一的公务同仁 那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讲 那做一年四任刚好四年乘上四分之一 全部县政府的同仁全部换光 这是真实的状况 然后你说钱 根本没有钱做嘛 你要跟你没有钱做事情 你怎么办呢 又不能去举债 那所以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也是帮台北县这几十年来 第一次可以让台北县升格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对台北县来讲 先打好基础